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BJ48的黄日如 小黄啊 我觉得唱歌很好 声音好听 唱功很优秀 唱歌很好听 唱歌很好听 悠唐 悠唐音乐剧小公主吧 因为她唱音乐剧确实很好听 凌晨三点的女高音 凌晨三点 那个练习师的女高音 就是我特别喜欢会唱歌的人 就是我特别喜欢会唱歌的人 我当时上声乐课嘛 她一开嗓子就把我吓到了 就我甚至吓到耳鸣 你知道吗 她直接那节课就直接飘了个海吞音 我坐在她旁边 因为当时不是说随便唱歌嘛 她说我学了什么声乐啊什么美声之类的 我想美声可能就是那种 那种感觉吧 她直接就飘海吞音 我坐在我旁边 就丝毫没有想到嘛 我想她可能只是随便跳年那种 那种啊啊啊的那种感觉 突然就开始 就那种无声的 就是已经高到无声了 然后我的耳朵就 直接当场耳鸣 就是太厉害了 这唱功课真的好厉害 有秀 唱歌很好听 黄月如感觉平时 就是你话很少 也不爱想话那种 是一个安静的女孩 轻声细语的女孩 我觉得她其实她也挺能讲的 就是也是属于那种 如果你跟她聊起来 她会巴拉巴拉巴拉 也会讲很久的那种类型 真的 就感觉除了我拉低我们 整个队的那个音波以外 就是她了 虽然她平时很厉害 但是她平时讲话的声音 就基本上没有 对 然后也是很认真的一个人 那相处下来 发现她是一很软的女孩子 很软妹 就说话也轻轻的 然后感觉好像平时 也会很需要人照顾 会引起人的保护欲的感觉 因为我们课堂上 也有那种综艺挂的那种 所以跟她相比起来的话 就会觉得 好文静哦那种感觉 小黄也是 就是长相和性格 有点相反的那种 她可能看下去就很 对她说很 就是像大家 像大小姐 其实她性格很可爱 像小孩子就冒冒失失的 对 我还觉得这点蛮可爱的 就是有一种 被关注了的感觉 可能在 就是 刚接触的人面前 我是那种比较乖巧 然后比较安静的那种 淑女 然后 感觉时间久了 我就会报复我的本性 好啊 好啊 等红安如的话 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好看 我对她第一印象就是 脑子里刷一片空白 哇好漂亮 就没有别的 哇好漂亮 对 就是感觉她为了这次付出很多准备吧 就是感觉她变瘦了很多 对 然后身材管理也很认真 这样 就是像我可能会吃的 就是我可能紧张的 会多吃一点 她的话可能会就是 我没见过她怎么吃 那我感觉她有变瘦这样 就是我们当时一起逛超市嘛 就像我 我给房间里添置了很多 什么油盐酱醋啊 什么其他的东西 然后她去 直接就奔 那个酸奶内饮 那个区域 然后一个框子 提的全是酸奶 就真的 超级厉害 怎么讲的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有很多可能性的人 就是 嗯 然后我也觉得 我希望自己就是能有更多的 嗯 更多的 不同的面 能够被大家看到 然后 也希望挖掘自己在舞台上 更多的闪光点 所以 期待能有更多的 表现 不了解我的人 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 乖巧安静的淑女 但是 等你了解我之后 就会发现我是一个 沙雕小学技 如果你期待我有更多的可能性 被挖掘的话 那么就请多多关注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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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